那时候几岁 几岁 S7 那是几岁来的 等我粗略的计算一下 16,7岁吧 17或者16 17吧应该是 看起来是很聪明的样子,那倒没有 我上学那会儿成绩不是很好 我上学那会儿应语很差 脑子也不是很笨吧 差点文具多吗,文具也不多啊,没什么文具 理论来说的话我经历还是挺多的 我一般是我这个年纪的话就刚毕业啊 我已经干过很多份工作了 止了吧 这有个好处吗 校园时光也是非常美好的呀 是不是 路子不一样 这把书穿甲 当然是坟天是得出一个 先来个吧 滚一点 做我啥工作 呃 白地他 跟着我爸 白地他 我还开够店呢 我十几岁 我开了一个店 刚好他没空管就交给我管 服装店 呃 进场是 那个做鞋 啊 温州那边 鞋场 呃 小蛋 啊 赔玩 主播 对不对 啊 你做的鞋都开掉别干黑呀 机器的 机器又不是手工做的 呃 那个岗位就是 就是谁都可以做 没有技术含量的那种工作 衣柜2000块 有一位加了很多班是拿2000多吧 你这么腼腆能当陪玩 陪玩只需要打游戏就行了 谁跟你聊天的 他们是靠技术吃饭的呀 那是让你来是赢的 那又不需要说很多话 不是来找你聊天的 怎么找你游戏的呀 不是要铁老板铁个毛啊 不是你有技术害怕没老板吧 哦 啊 您们的家 都有火来清产 这个主要看 看什么呢 怎么说呢 孩子得过硬啊当配玩 比较有名气的就比较赚钱 不我当时配玩没多少钱 当时配玩是多少钱来的 也就6780 当时这个也就是一个王者水瓶 6780 他来了肯定让给他没问题的 能让还是让一下这种情况下中单过来这个抓人的 他被交大招什么都来了 他的人头没问题的 一次6什么一小时不是一次一小时 10个小时600 对不对 你可以从这个 就能大概看出来收入 把打配玩一个 1万多一点 你能接着10小时 那不是要赚迷吗 对不对 这么赚 我的是垃圾的陪玩 厉害的陪玩一个月4万5万有的 但是之前现在我不知道 这个陪玩也有这种顶尖的嘛是不是 肯定不一样 啊啊啊灯火 你要干什么 啊 是无关那正常配玩 是呀 现在贵一点的都得100多块一小时嘛 还有更贵的 对不对 贵的 那老板 有钱的老板他不是没有啊 现在稍微贵一点的都是 骑步价都得100块 100块你算 他一天如果能接到10个小时的话 那就是对吧自己就能算得到 按100的单价你努力是不是 你们叫我呢 我是主播呀我就没有空去搞这些了 当主播以后没整过这些 当然也有人找主播 我给的多的是一千 要么就是让我自己说多少钱 一千一个小时啊对啊 所以我说我给兄弟们打号对吧 我一毛钱大伙赚麻了啊 给主播一千块让我陪你一个小时那那 那那主播那那有点没空啊 给兄弟们一毛钱或者扫码上号啊 啊那就有空了啊 比坤都贵 什么坤啊什么坤能一千块 一只鸡不是二十块吧 你不会跟我搞一些有的没了吧 什么意思 你不是拿我跟坤比吧 你这就不好了啊 你别太离谱 我们都是这个正经人啊 不要说一些这种有的没的 这个机器人怎么会来上路呢 对面VN很肥啊 不好赢呢 啊怎么给我带到这儿了 他还挺会带墙的哦 我给他带到他家里去了 乌操 该A一下机器人的 我想先闪先拉开啊 有凤天主要有点这个自信了 只要他大到塔下刚好有个机器人呢 补了个控制 哦亏到了他踢下去了是吗 先出九个蛇吧 这把不太能了看能不能把握住了 他只有一点肉 我连打不动他了 只能慢慢耗啊 小心别被他带他里去了吧 我认识他应该没大的 他就打了一波架还有大 这应该打不赢啊 他绕着走 哎不到 别跟他站着哎 他也不想跟我硬拼嘛 他不会跟我打的 可以给他Q啊 没闪就杀了 有闪 可惜 不吃吗 我想再吃一波 吃吧 怕回家了 credit 他带伦妹 clef dynamometillah 她脸泛群会有点多啊 1秒了吧 这根本没大不敢去啊,我把握不住呢 这还不出星石了吗,星石有点拉近呢 感觉不好用啊 现在不是有九头蛇了吗,出九头蛇就不出星石了 哇,大帽子 真吓人 大帽子太痛了,扛不住啊 大帽子太痛了,扛不住啊 不好打,真不好打 他这里面应该点的终极点人呢 好痛 这葵都六百赏金了 我发育还行的,别看我一跟二不着急的,我只需要一波机会 战绩烈是无所谓的,主要是等级和发育在就好了 好痛啊 追 他还吃这个炮车,我是打得动他的 但是感觉得补个黑切,打肉有点慢 这B女7-EG还没闪金真的是7了怪 这么肥没下劲呢 我 不甲鞋吧,水鞋 这把出装真的难出 先来个黑切吧 又得出肉,又不能出肉 有个VN出肉没用,但你完全不出肉吧,打团要秒躺 再把点双刃先来就不出那个了吧,本来就是 AD很多啊伤害 要打团吗,那来吧 有机会能打赢 是可以偷大龙的 打得快吗 啊,没地 还有中亚 先拉开一下 机会,拿回来 一刀 两刀 三刀 战机里也是小问题的 发育没拉一下就好 赶紧去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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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等他们复活吧 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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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打了就没关系压力,打打打打打我来了 打打天沉谱 我们哥们都来了,你又不打了 先打嘛 啊 回血,哇,极限鎖住了 零换五啊 我这波吃了好几个点燃好像 还好A出来了一刀盆天,A不出来嘎了 直接一波这个全打回来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优势了呀 我不被秒的话应该是优势 打团先卖一下队友,让队友扛,我真扛不了 我感觉我一直,我们这边要溃败 确实复活甲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提案,那不是直接冲就行了吗 我感觉的没了 安心打到包 呃 你一定不看 我又不看 我让你确实 先去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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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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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400块,差200块了 他有大的 没逼女他们弱很多 要不算了吧 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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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撤了撤了撤可以 撤了撤了撤是 撤了撤了撤 撤撤 撤了撤 撤击撤 别扛了别的对白嫖 我起来是个难写状态 剑魔的复活家比其他英雄可以多回一些血 因为他这个在那个毒条期间他回的血也会算在这个复活以后的血量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个剑魔能够做到满血复活 走走走走 小闪呐哥们 不算太亏的 干你们的了 打钱买呗我们AD有大清雨的 nice 这就也都起来了呀 好魅惑 nice 华操一堆技能杀我 整队又给我发工资了 那怎么买不起装备了呢 存点钱吗 要不买个凑书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 不不不凑书了不凑书了 万一大家还要我发力怎么办 我换个15把鞋子换成水晶鞋然后再买个大药完美 或者不换鞋直接买个大药直接买大药会亏 亏生命迪 算了算了算了 艾克都已经可以秒边了可以的 好像都不需要我了一波了嘛 还得不错吧好像 还得挺肉的 还想操作这个人 我一刀凤天他好像快死了